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21章 在Downlight当中来连接Oracle 目前使用Downlight是主流的开发平台 Oracle则是企业及用户首选的数据库产品 那么在Downlight当中连接Oracle数据库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在本章我们将学习如下几部分内容 什么是ADO Downlight 使用绑定的方式来连接Oracle 使用写代码的方式来连接Oracle数据库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ADO Downlight ADO Downlight就相当于Downlight中连接数据库的数据接口 使用ADO Downlight就可以在Downlight的环境当中连接各种数据库 那么ADO Downlight并不是ADO简单的升级 使用ADO Downlight可以访问的数据源 不仅仅是OA和数据库 还可以是CQC数据库或者SharkSize 这样的常见的一些数据库都可以使用它来进行访问 此外它还可以提供对FMail以及Excel这样的数据源自动访问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ADO Downlight当中的对象 ADO Downlight的主件由数据提供程序和数据集两部分来组成的 数据提供程序就包括了Connection、Command、DataReader、DataAdapter四个对象 数据集就是指我们这个DataSite这个对象 下面你就分别对这几个对象进行说明 首先第一个Connection对象 Connection对象被我们称作为连接对象 主要用来根据提供的数据库连接数据库 对数据库连接的窍作提供了打开数据库连接和关闭数据库连接两个方法 此外在连接不同数据库的时候 Connection对象要掩入不同的命名空间 以及它的名字也会不会有区别的 比如说连接Oracle数据库 我们就要使用OracleConnection 连接SircleServor数据库 我们可以使用ServorServorConnection 也就是说当我们连接SircleServor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可以引入的命名空间叫做 Sitem.Data.SQLClient 这个时候引入的命名空间是SQLClient 那么你使用SircleServor连的时候呢 Connection对象就变成了SQLConnection 而我们Oracle连的时候呢 需要引用的命名空间呢 是Sitem.Data.OracleClient 所以呢它的名字就变成了OracleConnection 这个希望读者知道 第二个呢就是Command的这个对象 Command的这个对象呢是命令对象 主要是用来实现对数据库的操作 包括增加删除修改以及查询的操作 同样Command的这个对象 也是根据不同的数据库命名空间 以及对象的名字也有一些区别 但是无论是对哪个数据库中数据进行管理 这个传递SQL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连接Oracle数据库 要使用OracleCommand 第三个是这个DataReader对象 那么DataReader对象呢 是数据库读取对象 数据读取对象 它的主要作用是接收Command命令 查询得到的结果 同样在接收不同数据库中的查询结果时 使用的对象名也是有区别的 比如读取Oracle数据库中的查询结果 使用的是OracleReader这个对象 那么DataReader这个对象的特点是 只能按顺序来读取数据库中的数据 第四个是DataAdapter 我们就管它叫做数据适配器对象 它的主要作用是把数据库中查询出来的结果 填充到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数据集里面的 我们使用Oracle的时候呢 它又叫什么OracleDataAdapter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数据集对象 DataSet 那么DataSet这个对象呢 是数据集对象 它是数据库当中的一个虚拟的表 我们可以把查询出来的数据通过数据适配器 对象填充到数据集里面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数据集中的数据进行增加 删除修改以及查询的操作 这个时候把数据库中的数据填充到数据集之后呢 数据集就与数据库断开使用了 所以呢 在对数据集中的数据进行操作之后 是不会改变数据库中数据的 如果要改变数据库中的数据 那么还需要在对数据集中的数据修改之后 再使用数据集的更新方法 把我们数据更新到数据库里面的 这种使用DataSet来存放数据库中的查询结果 并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操作的方法 你就把它称为端开式数据连接 那么这个呢也是ADO.NET当中的一个亮点 那么接着呢我们往下学习 使用绑定的方式来连接Oracle数据库 那么Oracle数据库呢 在当代的变程当中应该说应用也是比较普遍的 那么在本章当中呢 我们是以Windows用程序为例的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数据绑定的空间呢有很多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超速平台 我们现在使用的当代的平台呢 是VS2008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常用的数据空间 有一个数据选项卡在这里面的数据空间 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Data Grid View 它是一个以表格形式显示数据的 我们经常呢会用数据源来绑定它 你在这个里面你只需要选择添加项目数据源 然后最后呢找到你这个数据库 直接把数据跟它绑定就可以了 那么按照我们书上的步骤呢就可以绑定了 你在这里面呢就不再多讲了 我们主要给大家 这个先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们VS2008当中 刚才给大家看的工具箱的数据选项卡 然后我们下面这个是使用Data Grid View 绑定Oracle数据库 刚才我已经拖拽上来一个了 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添加你的Oracle那个项目 Oracle数据库里面你想用哪个表 就跟它绑定一下试一试就可以了 按照我们书上的这个步骤 我们给大家呢 这个步骤一共就这样几个 添加Data Grid View这个空间 然后添加数据源 我们看一下用写代码的方式来连接Oracle 那么写代码的方式呢 就是利用我们前面和大家讲过的这个五个对象 那么我们讲第一种 使用Command的这个对象来操作数据库 如何操作呢 那么我们经常会使用Command的对象来操作Oracle数据库 在查询数据库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把结果呢 会存放到Data Grid这个对象当中的 那么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连接数据库 那么都必须要使用的一个对象就是数据库的连接对象 Connection 那么我们使用Command的对象连接Oracle数据库呢 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个看见数据库的连接 Oracle Connection 它的一个名字 它的一个名字 等我一用 OracleConnection 这里面呢是连接吃不串 那就不写了 那么这连接吃不串呢 它都包含什么呢 是服务名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链接 对象名叫open 那么在我们donnect里面它可是区分大小写的 要么我们数据库的使用要区分开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创建command的这个对象 很多是Oracle command的 然后对象的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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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我们就写上C和N 最像年后 之后后面写上你要执行的色谷语句是什么 是征删改查的哪一个 那么假设呢 我们要执行的是征删改的操作 征删改的操作之后 它会返回一个整数 那这个command的对象名字 执行征删改的时候 用它返回一个角数 那么这个时候数据就被你 已经放到数据库里面了 或者是移除或者是被修改掉了 然后最后一个不证呢 就是把数据库关闭了 那么如果你使用一个查询 查询的话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数据读取对象 oracle的rader类型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command的对象名字 ok把它关闭掉了 把数据库连接关闭 是用的是连接对象 ok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实际上我们用command的对象 进行查询 它返回的结果 我们操作它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数据集这个对象 来存储查询结果 这个是比较常用的 数据集就是我们前面 所说的这个datasite 那么呢使用datasite的这个对象 首先是创建数据库的连接 并且把它打开 那这两步呢 我们就省略先不写了 然后我们需要使用的就是数据适配器对象 那我可以创建一个数据适配器对象 oracle data adapter 那么它这里面呢需要两个参数 那么一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创建的数据连接对象的名字 它的一个对象名 最后是你要放的那个查询 你这是什么 一定要记住是查询了 之后我需要创建一个空的数据集 创建一个数据集 创建一个数据集之后呢 我们用数据适配器来填充这个数据集 就是我们数据适配器对象的名字点 它的一个fill这个方法 是用来填充数据集的 数据集DS填充好了 之后我们还要把数据库 这个连接对象给它关闭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数据 已经填充到我们数据集里面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连接数据库的两种方法 一个是使用command的对象 一个呢是使用这个数据适配器 和我们这个数据集对象联合来使用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商品存储这个实例 就是command的对象操作步骤 就是dataside的操作步骤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实例吧 商品信息 商品信息 这里主要是指商品的编号 名称 价格 这样的一些信息 我们这个例子呢 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这本书呢 主要是讲解Oracle的 主要呢 完成我们对我们商品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 以及查询的操作 在这里面我们结合 到NAS当中的 Windows用程序来完成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去查询功能 那么查询功能呢 在Windows用程序当中 实现查询功能 一般呢 就是用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的 这个Data Great View 这样的一个空间 来显示数据库的数据的 在这里面我们主要呢 实现一个显示数据库中全部数据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当运行Windows用这个窗体的时候呢 就会显示出产品的全部信息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 我们可以使用Command这个对象 把这个数据查询出来 放到这个Data Great这个对象里面 最后呢 要把这个信息和我们这个Data Great View 这张表 这个空间进行绑定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代码写在什么地方 那每一个窗体运行的时候 首先会执行的一个事件 就是窗体加载事件 所以大家呢 需要把它写在我们窗体加载事件里面 写在哪里呢 比如说双击这个Fone1这个窗体 那么就会自动来生成这样的一个Fone1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要把连接数据库的步骤 以及如何查询出来数据把它放在里面 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 如何把数据查询出来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讲一讲如何把你查询出来的这个数据 和我们这个数据源进行绑定 它绑定的呢 它绑定的呢 我们首先需要创建一个绑定的一个数据源 叫做BondingSource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么前面的几步就是我们创建数据库连接 打开数据库连接创建命令对象 之后呢 我们把要执行的语卷 都放在里面了 之后我们执行查询 返回了DataReader这个对象 之后我们接着往下写 创建一个BondingSource这个对象 我们是接着那些语卷的后面的啊 创建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把你查询的结果 给这个BondingSource当中的DataSource这个属性 比如说你查询出来的结果叫DR 之后怎么办 我们DataReader里面也有一个属性 叫做DataSource 你把这个DR 把我们这个BS就是BondingSource 付给它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 你在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就会发现 你数据库中那张表里面的数据 已经填充到我们这个DataReaderView里面了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查询功能 我们就再详细说了 那么接着往下看 实现增加的程度 那么增加信息呢 就是把我们商品的信息添加到数据库里面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添加的按钮 我们通过添加这个按钮的单击事件 跳到这个产品添加的页面 那么其实的产品添加页面非常简单 我们这里面呢 只添加产品的编号名称和价格 所以说我们怎么做这个页面 只需要三个标签和三个文本框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一个按钮确定 我们就可以添加了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在这个页面看到的代码 就是添加这个产品的单击事件里面的代码 就是一点按钮把这数据添加到数据库里面了 我们看看这里面的步骤 那么这里面的步骤呢 也是使用我们Command的对象来实现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创建了一个连接对象 然后打开连接 创建一个OracleCommand的对象 然后给这个连接复值 给它执行的设客语卷复一个值 然后呢我们写上cmd.executenonquery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它将返回一个整数 也就是说它是否向数据库里面已经增加到数据了 最后把这个连接关闭掉 那这里面呢需要说的就是说 cmd.executenonquery 它返回的这个整数呢 如果你执行成功了 它将返回的是你对数据库这个表当中影响的行数 如果它返回的值是-1 那说明什么 你并没有像数据库坚证的插入记录 就是说这条组就执行错误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来进行判断一下 嗯 这就是产品增加这个功能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修改商品信息这个功能 那么修改商品信息呢 是需要在我们商品管理的这个查询页面当中 在这个Data Grid View里面选择一行 然后单击这个修改 然后把我们这个信息给它修改的 那么修改的时候呢 跳到修改产品信息的这个页面 那么首先呢会出现这个产品编号名称和价格原来的这个值 然后再一点确定把它修改了 那么取得我们Data Grid View选中行的值的方法呢 就是用你这个Data Grid View的一个名字.select row 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你用Data Grid View.select row 你选中行的第几行 几个格里面的值 比如第一个格里面呢 单元格.value 它点上显示的值是多少 如果它们也转成制度块 就用Data Grid View的方法 那么这样就可以获取了 然后把那每一个值获取 然后显示到这个文本框上就行了 那么这里呢就不再说了 这是获取Data Grid View选中的行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获取到的这个值 怎么传到另外一个页面 可以通过这个构造方法来传值 哪个是构造方法呢 在我们上面这个foam1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构造方法 你要挑到另外一个foam的时候 你都是需要用另外一个窗体的 这个构造方法的 在这个括号里面 你可以写上参数 然后把这个值传过去 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面不说了 之后呢我们一点这个确定 就把内容进行修改了 这个修改呢 这个修改呢 就跟我们之前看的这个增加内容是一样的 只不过把这条增加语卷变成update语卷就可以了 其他的是不变的 那么当然还有删除这个信息的功能 那么删除就比较简单了 也就是说 删除这个功能呢 基本上也就是把这个 因色的这个语卷换成删除语卷 就可以把这个信息删除掉了 或许到我们选中行的 那个编号就可以删除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